天呐,AI儿童动画的流量也太好了 这个账号只创建了一个月 发布了11个视频 就有4万粉丝 而实际上它的画面都是由AI生成拼凑在一起 然后用AI配音讲故事 而且过去的教学视频 几乎都是用XGPT加Me Journey的制作模式 但实际上AI动画现在一键就能生成 一分钟完工 帮你节省90%的时间 今天的视频 我就将为你分享一款好用的AI视频自动化生成工具 并教你如何使用它制作一个AI儿童动画视频 我还会分享这款工具可以制作的其他热门赛道视频 除此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会分享儿童类动画频道到底该怎么变现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我这次为大家介绍的这款工具叫做Motion 先给大家看个成片 鼠标点点就好 一分钟就能生成 好 接下来我们打开它的官网 在Generate这个type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生成的选项 第一种是Generate from Prompt 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你只有一个大致的故事idea 那么你只需要输入一个prompt Motion就会自动根据这个prompt 直接为你写好完整的脚本并生成对应的画面 第二种是使用我自己的文本 这比较适合你自己有创作能力 已经写好了故事脚本 AI只需要根据你的文字内容 生成对应的视频画面即可 那我们先来演示第一种方式 点击它进入编辑界面 首先最上方是prompt框 比如我输入一只小兔子在丛林中冒险的故事 然后下方选择视频的比例 输出的视频语言 现阶段暂时只支持英语和中文 还有文案的语气 因为我们这次做儿童动画嘛 所以我就选children's 然后下面就选择我们画面的风格 是不是很多样化 我觉得基本已经涵盖 现在市面上比较流行的几种风格了 现阶段呢一共有11种风格 其中6种是免费开放给所有用户的 带锁的这些是需要升级版本才可以使用 我就选择3D卡通风格吧 最下面这里呢有些参考提示词 如果啊你下次想不出写什么prompt 也可以直接用这些 好完成后我们点击右上角 Generate 我们可以看到Motion根据我们之前的配置 正在写脚本和生成视频的画面 大家快看一键十几秒脚本和分镜画面都生成好了 而且都是一一对应的 我真的不得不感叹 AI现在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我这期的AI动画教学视频 当时我用拆GPT写脚本 画分镜用Midjourney去生成图片 整个过程我用了快两天 也只做了十几秒的视频 而现在十几秒就已经可以 生成一个完整的视频了 在这个界面呢 我们也能做一些调整 比如可以删除添加或替换脚本的顺序 如果对某一个画面不太满意 包括标题 同期声 缩略图的字幕样式 还有画面的动效和转场 最下面是选择AI配音的声音 也就是我们之前的脚本用什么样的声音读出来 我试下来觉得这个Storytelling的女生比较合适 就选她了 全部完成后 生成即可 我们看Motion贴心到什么程度 他帮你把这个故事的概要 视频的标签封面全部都做好了 对你来说 只需要把这个视频上传到各个社交平台即可 是不是傻瓜式的操作 不过呢 现在Motion生成的视频暂时没有背景音乐 这个主要考虑的也是版权方面的问题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 可以去这个无版权网站 去下载相应的背景音乐 用简映添加即可 给大家最后看一下我自己制作的成片 在一片辽阔的丛林中 住着一只勇敢的小兔子 名叫小白 小白总是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 有一天 他决定要去探索这片神秘的丛林 清晨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 小白背起了他的小包袱 有一次 他看到了一条小河挡住了去路 这时 一只聪明的乌龟游过来 对他说 小白 不要担心 我可以带你过河 那除了用prompt生成呢 也可以用自己的文案去生成一个视频 比如我在网上找了一个睡前故事 直接复制过来 这里的文案最多支持2500字 下面的配置啊和之前几乎一样 只有这个 大家需要注意 每一段作为一个场景 如果勾选上 Motion就会根据你文案的分段进行分镜 否则呢 AI就会自动帮你区分 接下来的操作都和之前一样 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怎么样 Motion有没有惊艳到你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实际上除了制作儿童动画以外 Motion还可以制作非常多不同场景的视频 首先就是历史类视频 这类视频啊 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制作和历史人物贴合的人物画面 这个的前提就是 AI要认识这位历史人物 我之前呢 也为大家介绍过传统的做法 但是现在用Motion一键就能生成 我给大家看两个视频感受一下 As a young queen, Elizabeth navigated her role with grace balancing the demands of modernizing the monarchy while preserving its ancient traditions Throughout the decades, she faced challenges that tested her resolve the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 and the Caribbean the turbulence of the Thatcher years and the public scrutiny of her family The history of Apple Inc. begins in 1976 when two college dropouts Steve Jobs and Steve Wozniak launched the Apple 1 a computer designed and hand built by Wozniak Apple's early success with the Apple 2 set the stage for its role in popularizing personal computing 可以看到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 还是乔布斯 人物的形象都是真实的 其次呢就是一些励志类的视频啦 很多励志类视频 也不过就是把一些鸡汤类的句子 放在一起 然后用AI把它读出来 但是用Motion制作就快速很多了 比如这个视频 and remember this you'll be alone in the most difficult times of your life these times will make you wise mature and fearless no matter what good you do to people they will only remember your mistakes know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words in existence don't be a people pleaser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然后还有前段时间 我介绍的AI股师视频 用我在视频中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用自己的文案去进行创作 把股市诗句输入进去 直接生成 是不是就很方便啦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雇雷西边 人道士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荆桃拍案 卷起千对雪 江山如画 亦是多少豪杰 接下来呢 我再介绍一下Motion的付费模式 首先每一位新注册账号 每个月都有200个免费积分 每生成一个视频 消耗20个积分 所以可以免费生成10个视频 当然如果这个额度不够 也可以购买升级版本 分别是8美元和32美元 其中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异 在于支持的Prompt字数 以及分镜数 实际上也就是决定了最终 视频生成的时长 最后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AI动画为什么会一直火 以及这个频道究竟该怎么变现 实际上母婴和教育始终是各个平台的热门赛道 以小红书为例 2023年就获得了360%的增长 很多家长对育儿内容的需求是极大的 因为儿童动画除了它鲜艳的色彩和简单易懂的情节以外 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能属性 很多儿童动画不仅提供娱乐 还常常会包含教育内容 除此以外 作为家长总有需要处理其他事情的时间 而儿童动画就可以帮助家长让孩子们安静下来 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因此这个市场始终非常火爆 需求量极高 然而随着入局者暴增竞争内卷 想要脱颖而出 逐渐变得非常困难 但AI的加持又给赛道一些新的玩法 也大大提高了制作的效率 过去需要用一个礼拜制作的视频 现在用Motion一天就可以做几十条 而随着内容数量的增加 曝光也能快速增长 从而获得更大的变现可能性 那么这些儿童动画究竟该怎么变现呢 第一种方式流量收入 这个比较好理解 无论是YouTube还是西瓜视频 都会有相应的流量分成 第二种视频带货 我们的儿童动画可以围绕某个IP去讲故事 比如爱莎公主 或者是已知的儿童故事书 比如格林童话 然后在视频中挂相关产品的大货链接 这样吸引来的客户一般就会比较精准了 第三种方式私欲引流 由于这类频道的观众大部分都是家长 那么针对这么清晰的目标用户 就可以将他们引流到你的私欲 在里面进行产品秀卖 例如玩具 儿童服装 学习资料等等等等 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 现在动画都可以用AI一键生成了 那么大家之间的内容差异性到底在哪里呢 我该怎么运营这个账号呢 实际上关于AI动画制作的高级技巧 以及自媒体的运营秘诀 我在我的AI商业实战攻略课程里面 都有和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 让你不仅会做AI动画 能吸引到流量 还能做到真正的变现 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说明栏的链接 查看课程详情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